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歡迎回來花旅的影片 一段時間有沒有看到又是時候玩一下這個八合機的遊戲 上一集就說到我們主界尼卡好白癡的激怒了我們Coin的雷雷千鳥 因為一時之氣 看得出是打中千鳥痛腳有點生氣 那現在就回來...不知道哪裡啊? 正在吃飯 好像一集就說到幫誰做生日會 錯過飯中的我來到餐廳發現莎莎貴姊妹興致勃勃討論生日會 我馬上把餐盤放在膝蓋上 平時已經很少見我們過來吃飯 是否...是否生氣了我們啊千鳥 連飯都不幫我們拿 雙子慶忠忠捉住我的輪椅把手 問都沒有問又把我推離了想去空座 直接帶了去班級頭目聚集的餐廳 你咦 為什麼我們生日呢? 我咦 件事情 我肩膀我祝我噁 1999 因為餐廳的長桌不方便移動 所以雙子慶忠忠忠拌在餐廳ら 在餐廳上沒有無同位 AlgunRoo 之後還很快將餐盤 在膝蓋上去餐廳 做到處 junto幹的人 只有主折位來的 中間 comun Satan 很高的人 會そんな吵架 downtown 我們今天在那裡裡吃了 那 對 我們老師生日 我們有什麼意見 方丈索朗的笑容令我精精出身 真是罵完膠就連吃飯都不一起吃 想起Amiti吃飯的樣子就是不敢嘆有氣 詩情越來越糟糕 很糟糕 女生氣了我們 敏鱼白羽看來察覺多同淺鳥發生了些什麼 但是我不想坦白 今日的下午是樸素的烤魷魚肉內... 魷魚內臟? 什麼是魷魚內臟? 配泡菜 之後是剛剛煮熟了的飯 魷魚內臟苦劫的味道加熱鹽蝠狀就變成大人的味道 大人的味道是什麼? 順帶一提 雖然是烤魷魚內臟 但是魷魚和內臟沒有混合到而是區分開來 魷魚內臟吃得的嗎? 雖然都會把煮熟的魷魚切成肉 切成片和內臟混雜的做法 但是那是邪教 將內臟在鋁箱上面烤 之後再灑點鹽 之後將單獨切片魷魚燒配合 鹽分的內臟著情處理 這個才是正義 怎麼吃也有研究的 我用筷子夾起一個 煮熟之後稍微壓在內臟和一片蜜魚的肉 送進口裡 魷魚的口感 很有這個 好韌的 內臟苦味好像唇厚的奶落 在口裡離蠻開來 即是芝士 趁著苦鹹還沒散去 我馬上吃了一口熱騰騰的米飯 真是很貴好吃 我低浪的心情回復了一點 雷垃圾 但是你現在學校有這些料理吃才是奇怪 你也要再大一點 這味道就知道 死靚妹 不會吃 我夾起一塊準備給莎莎貴子 家姐餵食 這個死靚妹竟然瞬間摟了頭 看來就接受不了這些奇外觀 誒 誒?誕生日快的主菜是決定了嗎? 大約的地方是... 後來是每個人都會贈的禮物 但是 爺垃圾是怎樣的呢? 集體禮物送什麼呢? 送公仔店 他家裡放了一個很大毛的公仔 這句話真的很難看 你想想你會送一個禮物給你學校的老師 你會選送什麼 萬年筆是無駄 所以說不可以 鋼筆也是一個不錯 特別是你送的話 你不會送一些便宜的東西 你要送一些貴的鋼筆 這樣才會使用 如果送一些便宜的東西 真的不太用 真是無謂 男人會送鋼筆的嗎 我也想有人送貴的東西給我 那些兩千塊的那些 確實是這樣 我在心裡點了點頭 但手裡的筷子依然不停 果然飯要趁熱吃才好吃 不是啊 這就是法盒機的遊戲 怎麼會有男人出現 男人? 全量性的女人 以前是不知不知 教諭當然 食事和消耗品的搬入的運転手 我聽到是女人 大哥是不是又是那些 不知道什麼女扮男裝的東西 聽到我的話就不敢走一走未 然後問莎莎貴姐姐 這個話的ネタ是真正的 那看來是二階夜的一階 聽到的事 我挺肯定的 又是那些女扮男裝的那些 餐桌立刻沸騰 雖然在座都是同班同學 但這句話傳出去就不太糟了 我緊張的在四周圍患 歐爪男 真的又是那些都市傳說的那些 又不知誰是誰會消失 所以姐姐不明不白的說話 每次都很慌張起來 歐爪男 說到歐爪男的話 這次又是誰會消失 會不會是千鳥消失的那些 看穿你弄的東西 這次又是複雜 我怕班長是怕這些 好怕怪談的班長 戰鬥地退後幾步 毫無力地躺在椅子上 對她來說顯然異見害怕之巨 惡作劇地投了一個貓的笑 但是這樣說的話 真實女神是真由理 血色馬里是我們雙子 即是林琴和草妹 血色馬里不是明顯的女人 因為我是書蟲 我也是少女 書蟲還是少女 我也是少女 誰知什麼 你真的完全不像少女 如果不是看樣子 艾莉卡這個角色 真的不像一個女性 老老實實 這句輕浮的台詞 有到相知我 這樣尖叫起來 我立刻抑制著即咒 來張紅的臉 嘩 單身狗的憤怒 這個歐爪男 在阿伯克的車子 引起雙腿 被雙腿失敗 被雙腿失敗 變成悪露化了 他也有很多説 徒盡天下情侶 再繼續說下去不妙 我露出尷尬的笑 應該是知曉笑容的意義 莎莎貴母再向下說 轉而拋出其他問題 但是有書説 很可憐 這個理由 如果沒有理由 就這麼床 會不會死 那錯了 原油這些東西 是由流傳說了之後 再作出來的 都好像傳說就是這樣 而不是他有原油 所以才傳黑很厲害 被你倆用過 因為全部都是作出來的 蛤?好厲害喔 同學大開眼界紛紛點頭 表示贊同 我不禁面上一紅 咦?怕醜了 臉紅了 哈哈哈 你都要有這些情緒 優小見 我一邊媒帶一邊努力 抑制著害羞 試圖恢復平常心 然後? 然後? 到底怎麼做呢? 對 對 新的七不思議 所謂的 壁心 這是 緑色的衣服 在身上包著 但是 最近 目撃者 說出來了 你穿綠色衣服 有關你的事 目撃者? 可能是一個很喜歡穿綠色衣服的女扮男裝的人 可能純粹是一個很喜歡穿綠色衣服的女扮男裝的人 感覺上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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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綠色衣服的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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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勾爪 被人看到 這個真是鬼鬼的 莎莎貴阿妹保證了 鬥到同學們 笑了出聲 但是 偷到你潛入 的確本來這就不是男人可以攝綠的場所 女人聖地 女子學員 如果目撃的情報是真的 說不定是明知女孩偷偷潛入的變態佬 我看著食證的午餐一言不快 其實是 你穿綠色衣服的運動 這個也挺大機會 果然是聖木女 但是她說她拿著歐爪 這裡很鬼 雖然原則上 由女人負責 但遇到床 或者吊燈這些寵物 總需要有男人來幫忙 但你說到床 男人都搬不動 你以為男人就可以搬動整張床 傻了嗎 如果說到床 吊燈這些應該找機器 但找機器就不用男人 你用車子這樣織著 也不用用男人的力度 說到這樣 嘩 為什麼尼西亞會幫忙 找老師幫忙 聽到尼西亞會因為沒有其他 不是 因為她是謠言 就指指不離還參與調查 和我換了嘆口氣 但是 你怎麼知道 好像沙沙貴姐姐姐姐姐這樣說 所以我們的新任務 是其實是去調查 去調查這個 所謂的歐爪男 為了排解千破 製成的屈門 我放出說 要尋出埃爪男的真身 不是 是為了撫評同學家的不安 但如果真的在女校裏面出現了圖謀不可疑人物 我都不會做什麼大意想而的行動 畢竟只是轉換心情 你又...怎麼我們跟老師說 你這麼興奮幹什麼啊大哥 你是老師來的 巴斯巨亞教育親熱地抱著我的肩 沒想到本來是我 找些快樂的轉換心情 最後變成照顧小孩子 照顧小孩子是怎樣的 照顧巴斯巨亞教育 意思是... 噢...憶不久之前 雖然說一起追蹤歐爪男 但班長因為怕怪談 不...他扭傷未好起來 本來不能參加 白羽因為要照顧他自然都來不了 那林琴姊妹呢 只剩下對新確定的執不思議 表現濃厚興趣 嘻嘻 趕快要走 趕快要走 我等到放課後 我已經等了 我已經不可以了 這麼興奮 包括我在裡面 一共三個人 其他同學雖然都有興趣 但沒有勇氣 最後拋多一句 到時告訴我結果就走了 我真的怕被人接觸先燈 的確不立刻撞不到 不是的...他意思是找他 不...他也要 二年級教室母前輩的身影 遲了一步 正想去合唱部看看 剛剛好離開教學梯 教學樓的扶手梯 撞到目標小圓門來麗來 我一段時間沒見 你的樣子都是這麼優雅 現在有了 他面點笑了 乾紮油信 他金髮散著油漢 輕輕地籠炸在我身上 是太久沒見面 我被他的美貌深深吸引 明明只是聊了一些日常的事情 我也被他的美貌吸引 樓梯? 樓梯問號 笑死 怎麼想到樓梯 小圓門前輩抬頭看入口 設計精緻的樓梯 調查性日室敷樓梯 那時仔細搜索過這裡 莎莎貴姐姐一時急到 在爭埃 真的對這對雙子獨有的賭氣方式 他雙手一怕笑上眉蝕 未曾想過被他這樣一笑 雙子一條腸都灰青了 也是 正確 最初是 月光時刻 連練習部的小孩都殘留了 那樣的姿勢 但... 嗯... 幽霊在那裡是很困難的 但... 有可能的說話... 咦? 爺垣是怎麼回事? 什麼都沒有 幹什麼? 是不是識穿了小儀? 雖然說來這麼說 但超自然事件中混入真實情境 瞬間就沒興趣聽下去 但也有必須把聽聞的怪談告訴下一個人這樣的結局 這次事件中學生在清校之後看到迫身歐爪男 都是說他們違反了校規 一來就算親身體驗過 都沒辦法想像他們會有趣樣樣地將怪談大事宣揚 人們消失了 身後響起一句文話 大家嚇到 紛紛回過頭 被抓到姐了 真的 極力掩飾啊 被人發現 雙子一唱一和 上天有獨特的藝人術 但是 她一直在後面聽著 真是 花仕怪教育罕見 用偉門的方式 不知相知聽完之後有什麼感想 總之一念討好的傻笑 那就是教職員的工作 佐々木先生們 還可以回到 馬上走路 哇 二五仔不推我們走 兩位二口同聲高艾以上雷不及掩耳之勢 在學校的樓都走了 正當我準備走路的時候 那就是小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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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階層上 在二階層上 今次的事件 在哪裏調查 花仕怪教育面飾平靜 詢問你事件的近況 於是我剛才搭上輪椅的手又鬆開 什麼事 當然會有人相信 學生 原罪來的男人 七點在這裏 我現在才理解他的擔憂 又趕完花仕怪教育將手搭到輪椅推手上 為什麼要我們去呢 他有點興奮說到 所以說關我們什麼事 言下之而希望暗中協助調查 我只能回憶一句表皮話 所以我們就跟他調查 結果就是 好啊 那好吧 今集的花仕 想說春片 真是太久不見了 好吧 花仕下篇就來到這裏 就開始調查 不知道為什麼 直接跳了我們跟千鳥那件事 即是我們現在跟千鳥 還是在 吵架狀態 冷戰 那好吧 大家下集再見 拜拜